刚才我们看到这个 以上我们讲这个代码 块的一个语法格式 我们看到怎么样 写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复杂 那么我们还好呢 有一个叫类型定义的 我们前面讲过Type Define 我说把这个 Int类型的改成Dollar 那么后边我们用Dollar代表 就是Int类型的 那么在这呢 我们可以用这种语法格式 Type Define 实现类型定义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怎么做 首先语法格式是 有Type Define这个关键字 后边有返回值类型 那么最后边是什么呀 依然是我们那个 Block名称 后边有一个什么参数列表 就是我把它定义好了 还没有去实现 那么后边呢 我就可以直接来用它 那么Type Define 这个是返回值 Block名称 参数列表 那么后边我们就用它 MapBlock等于什么什么 我类型定义它就是这个Block 然后这个 它就是一个类型 什么类型呢 这个B呢 就是上边这个代码块的类型 那么后边你具体实践 参数名称 然后这个参数列表 具体实践 相当于是怎么样的 我把前边这一个 这一部分给它分开了 就这个 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第四方面 我们用的是什么呀 类型定义 叫Type Def DF 这个DF呢 是Define的说写 就是定义的意思 对吧 那么 我们看前边这个 刚才说的一个语法格式 是这个 我们在这怎么写呢 就是给它写这个Type Def 这个类型是什么类型呢 就是首先有这个返回值类型 Void 然后这个名称 就是Block名称 比如说还是这个 Block 就叫MyBlock 后边参数列表 比如说Void OK 就是这样的 这样就是 我首先把它定义 接下来我就定义 这个就是MyBlock 比如说这个B 等于什么呀 后边是具体实现 有参数吗 没有参数 没有参数 然后后边是具体实现 怎么实现呢 NSLog输出 就是这个Hello 这个Block OK 后边是他个号 那我们来调用的是这个B 看一下最终的输出结果 这个是不是跟刚才那道理差不多呀 通过类型定义之后呢 把它定成一种Block类型了 后边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实现它 当然类型定义里边呢 我们还有很多格式 我们把刚才那几个都说一下 比如说TypeD3里边 有反过值 反过Int类型的 Block名称 这个里边我们就是叫什么呀 SumBlock 后边是Int类型的A Int类型的B OK 定义好了之后 下边就是SumBlock 然后这个SumBlock 就等于 等于是个具体实现了 嗯 因此类型的A 因此类型的B 后边就是Return的A加B OK 看一下哪有问题 等于 这多了一个型号 我们经常会说 指针类型 这个Block不是一个指针 我们也不用这个指针的符号 是吧 那么现在我们来调用它 怎么调用呢 就是SumBlock 传递一个1 传递一个2 然后前边就是一个 Int类型的S等于它 那么如果它计算正确 那肯定是S等于百分之后D 嗯 然后这个S 对吧 OK Command R我们来运行 这个没有问题 我们说总是计算1加2 2加3行不行呢 都可以吧 然后说 七八九 加上这个 七八九 给它大点 让它累累的 是吧 嗯 让它算一下 这个都没有问题 对吧 好 嗯 刚才我们说 类型定义里边 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它 通过Type Design 定义成一种类型 这个呢 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那么除了这种用法 我们再来看一下后边 代码块的类型定义 刚才给大家解释了啊 嗯 怎么样来用 后边就是变量在代码块里边的一个作用域 这个也比较关键啊 嗯 分这么几种情况 第一个就是本地变量 比如说我们在代码块的上边定义了几个变量 嗯 然后呢 在下边定义一个代码块 然后在里边来使用它 嗯 那么 使用完了之后 我们在后边再修改这个值的时候 我们看看这个结果变不变 这个本地变量也叫长长量 那么下边我们就来看一下啊 嗯 我们就是第五个就是叫什么呀 变量在 变量 在这个代码 块中的作用域 哎 作用域啊 什么叫作用域 作用域就是哎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就说我们说有片井 听懂没 嗯 听懂 片井什么意思呢 你的管辖范围只在哪啊 就在这一个区 比如说你是海淀的一个片井 嗯 那你的管辖范围就是海淀 你说是朝阳的片井 你出了朝阳来海淀就挨揍了是吧 嗯 别人打你一顿 说我是警察 你是朝阳的警察来海淀就不行了 嗯 就是这个作用域是什么意思呢 出了那个范围它就没有意义了 哦 懂这意思吧 嗯 比如说我们在这定义一个印的类型的一个A 一个B 然后说如果这个A怎么样大于这个B 然后后面这个地方说这个印类型的一个R就等于这个A 那我说IOS里边我还想用这个R看行不行R等于1000 反映在这报错了 为什么 说是这个R这个符号没有定义 它在这是看不见的 你看R在这个块里边 哦 作用域在这个大符号里边 你出了这个大符号来接着怎么样了 访问不了了 嗯 懂这意思吧 嗯 明白了 那么变量的作用域呢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那么下边我们就来看刚才我们这个 嗯 我说返回值是这个 嗯 这样啊 返回值是iant类型的这样一个 嗯 block 就是还叫什么呀 叫 sum block Luna 然后参数列表是 int类型的一个int类型 啊 sorry 没有参数 然后 实现部分就是这个参数列表没有 实现怎么实现 我在外边 这这定义一个A等于100 然后B等于200 看到了 在这里边就是 我retend的是A加B retend其实是外边这两个变量的值 看到了 现在我调用它 说是硬费类型的一个X等于这个 sum 这个 block slog 我们输出at X等于百分之d 后边这个X command R用行 等于300对吧 现在A等于这个200 然后B等于这个400 我们再来调用这个 这个X等于这个sum block 然后这个再来输出 那我们猜猜这个地方 现在输出的是多少 就变成2400 看一下输出结果一人300 这个地方就是说 这个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变量 在代码块里边的一个作用预言 就是说有时候它是很难把握的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地方定义在代码块的外边 你在里边使用它作为一个常量 常量使用 所谓的常量就是不变的变量const 我们在c里边定买过这样的 就是const int a 或者是等于比如说a等于这个100 然后到号b等于这个200 什么意思呢 这个常量就是我定义好了不能 常量叫不变的变量 有点绕口那样的 就是说这个常量一般都是可修改的对吧 但是这个变量都是可修改的 但是常量呢就是这个也是变量的定义方法 但是呢它不能再修改 懂意思吧 比如说好比是这 我们说const int类型的一个 i等于100 那么i等于这个200 看这个地方就报错了 什么意思呢 说是只读的read only的变量 你不能再去复制 就是说我们前面加了const 你就这个是一个常量不能再去修改 那么这个呢 如果我们在块操作外边定义了两个变量 默认的情况下在里边访问它就是常量 就是第一次你给它出发好了这个值 以后不能再改 即使你这后边再改了 它还是用第一次那个值 这就是第一种情况 这个作用域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本地变量 就是局部变量 相当于是你在两个值在哪定义的 在这个block里边定义的 就是说你在定义好了 再去修改它 它也不会变 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叫全局变量 我们都是在这个C元里边 我们讲到一个关键字叫什么呀 static还记着吧 static就是静态的啊 静态的就是 它是全局的 我一旦定义成static 就是任何文件里边都可以访问 就是公共的 我们在前面讲到类的时候有public 还记着吧 就这样一个意思 那么我们把刚才那个程序呢 我刚才说的是这个本地啊 本地变量 就是这个常量 常量 就是说这样一种情况 我们还是刚才这个代码 我们稍作修改 那么改成什么样子呢 这就是第二种情况 是这个 全局变量 全局变量里边 我们要加一个关键字叫static 还是刚才这一部分代码 在这呢 我稍作修改 前面加一个static static代表就是常量 这个全局变量 既然全局变量 就是任何地方都可以修改 加了static之后呢 这个地方怎么样了 第一次输出的是300 那么第二次呢 它就会用这个重新复制的 后边这个值的 这就是这两个的区别啊 你是常量还是变量 是这样的 这是第二种情况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三种情况有没有 第三种情况就是参边量 这个参边量呢 和我们这个前面讲的 那个函数的用法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在这里边呢 我们函数的参数 是什么样的 这这呢就是什么样的 这个也比较简单 比如说这是一个 也是一个萨姆丘和 在这里边呢 可以像函数里边 使用那个参合一样 来用这两个变量 第四个我们讲到这个 杠杠block还记着吗 刚才打了问号那个 刚才说这个地方 我们如果想这个block里边修改 代变一个变量的值 这种形象怎么办呢 我们必须要给它加一个 这个杠杠block 这一个标记 代表我这个变量是可以在 函数体内修改的 懂得意思吗 那么我们再把刚才那个 例子打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第三点我们讲的是什么呀 第三点讲的就是这个 参数变量 它和这个函数 参数 用法相同 那么第四方面就是这个什么了 第四方面是这个 我关这个 block block 那么我们还是举那个例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是一个 void 返回值 然后是一个block 这里边就是change block 后边是一个参数列表 没有 具体怎么样实现呢 就是 怎么样实现 我想改变一下外边定义的一个变量 Intell型的一个x等于100 现在改变就是x等于100 也200 行吧 嗯 那么要想改变这个地方就报错了 说是 这个变量不能再给 assemble 就是不能再重新分配值了 emissing一个block 类型的一个specifier 这样一个指定符号 下滑线 杠杠block 加上这个符号之后 在这才可以修改 否则的话它会报错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好像是写错地方 这个应该在这边啊 ok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调用一下啊 change block mslog输出 这个x等于百分上d 这个x 慢到2 运行当前x等于200 是吧 没有问题 好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变量在block那边要使用 那在外边定义的 不是里边定义的 那你前边要加一个刚刚block 懂这意思吧 嗯 嗯 那么基本上我们这一节呢 讲的有关block 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啊 嗯 那么一开始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是block 什么是block呀 就像我们这个 C元那边那个函数指针一样 是吧 对 只不过这个block 就相当于是没有一个函数体 嗯 sorry 就是没有匿名函数 嗯 没有函数的名称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跟大家讲述了 有关这个block的一个 语法 语法结构啊 这个比较复杂 那么后边我们还讲到的是 有关这个通过类型定义 TypeDF TypeDF 这种方式来定义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 这个block的定义和使用 那么在它后边呢 我们还讲到有关这个什么 这个变量在block里边的一个作用域 是吧 对 有这个本地变量 还有什么 全局变量 嗯 还有这个 嗯 block里边的一个参数 那么另外还有什么呀 还有的就是我们 那个 如果你在block里边 要修改外边的某一个变量 嗯 应该怎么来做 好 那么有关这些课呢 我们就讲这么多 嗯 好的 那么更多高端精品的移动开发课程 请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扫描屏幕中间的二维码 也获取更多的课程信息 那我们这节课就先上到这里 同学们下节课再见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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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